冷气滴水请人来修 却把收据贴出来 因为仔细看排水就要4500 民众抱怨 只是用氮气排一下 几分钟就好了 让他感觉被骗很大 被控诉的维修师傅回应 汇收4500是包含一年保固 但询问其他维修师傅 在一般情况下 喷氮气维修费用落在1000块 要把内机和外机都清洗 才会花到4000块 那这到底怎么算的 用氮气来清洗冷气 但重点来了氮气20公升 重达30公斤 我一个人扛怎么都扛不起来 我们通常会比较建议是 用这个高氧水素吸洗 毕竟你既然都要通这个水管 表示你机器一定很脏了 既然脏后就顺便把这个冷气保养 顺便也会把这个排水管给清除掉 用强力水珠有朋友习惯洗出 欧妈妈的脏水 冷气机最常出现问题有三大类 冷煤没了压缩机损坏 机板坏掉 维修费从几千元到上万元都有 但如果是隐藏室设计 不只要爬上爬下 加上可动空间太小 费用可能就会更高 像这个机主上去以后太靠近这个排水管 然后上面根本没有维修空间 所以你要以后要保养的时候 非常非常困难 因为你如果说你隐藏室 你有时候动质要牵扯到这个天花板 要拆除啊 还有油漆啊 所以可能会费用会很高啦 那所以通常一般都会装壁挂室 那当然你除了没挂的话 那当然是隐藏室 那你愿不愿意花这么多的钱 去做以后的这个基础替换 装修冷气前还是多问多比较 才不会被满天海架 东森财经新闻 毛照片留言在台湖道